也許訣竅 戴上帽子墨鏡和口罩 有富集團總裁洪村謙 面對媒體追問 匆匆進入北檢偵訊 因為他捲入潤營炸彈案 充當白手套 等一下 兩體溫 兩體溫 他就是當時承辦調查官郭世晃 以私因為太緊張 直從大門還忘記兩體溫 就是被人家呼賴嗎 為什麼被人家呼賴 郭世晃面對媒體 什麼話都不肯說 連同陽性女密友一起被約談 沒想到這件成年舊案 竟然被翻出來 四年前郭世晃偵辦潤營案 王英芝疑似透過 有副集團總裁洪村謙 交付五百萬賄賂郭世晃 最後郭世晃以罪證不足為由 把案件列為資料參考檢案 讓王英芝躲過一劫 是以罪人身分過來嗎 但郭世晃承辦案件被調查 不是第一次 2013年藝人紹西 涉入碩天炒股案 郭世晃涉嫌泄密被約談 但證據不足 他全勝而退 之後潤營案涉嫌收賄 直到一月退休之後 事件才曝光 郭世晃大膽收賄 讓自己人抓自己人 也讓調查官形象猛沉 三立新聞證明 吳冠穎 葉維香薰敏娟 台北裁縫報導